近期呢 就是因为油价上涨了嘛 我们是不是买一台 比较务实一点的省油的车来开开 会比较好一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知名的评测机构 为我们评演出来最省油的SUV里面 没想到SUV界的福禄寿都榜上有名 是刚才那些车我开过两台 包含160的A5跟这个LFA 我还开过两次 都超级耗油的 而且这个贵你也买不起 可能你也买不到 而且送给我们也养不起 是是是 所以我们还是看一点平易近人 我们不要看在那个天空上的那些车子 我们看一下平反的一些车子 那当然这是一个知名的测评机构 公布出来这个最省油的SUV排行榜 我们可以发觉里面多数是 Hybrid的车很特别 当然小型SUV是Subaru的这个XV Hybrid 台湾没有导入只有XV 没有XV Hybrid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把它带过去 再来我们看一下中期SV这个地方就很有趣了 2021年的福特KUGA Hybrid 蛤?KUGA Hybrid吗? 有 在国外其实是有Hybrid的 台湾很可惜的并没有导入这个Hybrid的车子 我相信 不过我相信 这个福特的Hybrid系统也是在于这个 目前福特我觉得它的引进计划当中 那为什么特别讲刚刚 这个SUVARU的XV Hybrid 没有导入你就不讲了 是对SUVARU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为什么我要特别讲 因为呢 接下来呢 Toyota的RAV4 Hybrid 台湾是有导入的喔 对 那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它的燃油经济性 KUGA Hybrid是17.43 17.43的这个每公升可以行驶的里程 那么我们再看看RAV4 RAV4每公升 跑17公里 也就是说 这个完全等同于Toyota RAV4 Hybrid的这个KUGA 它的油耗表现呢 比起RAV4 Hybrid还要来得更好 还要来得更好 是不是这样子讲 但其实两个真的蛮相近的 蛮相近喔 17.43跟17.0 可是在操控性的表现上面呢 是不是 OK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自己去判断 那其实也不用判断 你只能买Toyota RAV4 Hybrid 因为KUGA Hybrid也没有引迹嘛 再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是 这个CR-V的Hybrid 其实好像这三台车本来就是在台湾 如果你把Hybrid拿掉的话 这个预算里面大家就要考虑这三台车 Honda CR-V Hybrid 其实很多这个消费者在等待在期待 一直都没有导入喔 那或许有说今年有可能有机会什么 但是我觉得它已经旧了 你再花这个时间点做这个事情 而且价格又要往上垫高的状况之下 你有沒有办法跟Toyota RAV4有竞争力 可能有点难度 而且它的燃油精细你看到没有 只有16.16的每公升汽油 可以行驶16.16的这个里程 所以呢跟Toyota RAV4 或者是KUGA Hybrid 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做比较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觉 买什么车你应该心里有底了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所谓中大型的这个SUV呢 这个都是Toyota这个是比较大型的 这个有贸易商导入 但是台湾没有导入 我们也就给它跳过了 再来看一下NX300H也没有 豪华品牌的SUV NASUS UAD 250 这个是买得到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车子相对来说 在台湾也卖得非常非常地不错 我们这个就从它的这个 豪华的豪华品牌 然后呢SUV CUV 燃油的精细性可以验证出来 这个车在台湾的销售 是有什么讲 是能够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表现 那再来你看到没有 所有的车子都是什么 Hybrid只有这一台所谓的中大型SUV 它把Outback列在这个SUV里面了啦 应该来说其实我们会把它列为什么 Crossover这种所谓的跨界旅行车 跨界旅行车对不对 它的燃油经济性虽然只有12.3 感觉起来跟其它Hybrid的车型 不能相提并论对不对 但是它是唯一一个在这个版材里面 是自然进气引擎的车种 是自然进气引擎的车种 所以这台车 不管是它的行路品质 不管是它的车高 它的越野能力 它的这个燃油的经济性 以及它的这个本身 SUVARU知名的四轮传动的系统 它的水平堆窩的引擎等等 还有SUVARU在北美地区 有非常好的安全性的一个这个表现 是不能讲 它是全球都有很好安全的这个表现 但是在北美特别受到欢迎 所以不是我对SUVARU有意见 不介绍SUVARU的XV Hybrid 是因为SUVARU的奥贝克 你在台湾怎样 买得到 对啊 有机会 而且你可以跳脱跟这些SUV 以往不一样的这些车种 你是可以有更有个性的一个主张 在这样子一个选择上面 没错 因为近期呢 其实油价不断的上涨 所以大家也开始关注一下说 如果接下来我要换车的话 是不是来换一个比较省油一点的车 而且又是时下很流行的SUV 供大家来做参考啦 那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新车部分的消息 如果你仍然还是很喜欢跑车的话 接下来这两款车 是车迷朋友们非常期待的 Toyota的86以及SUVARU的BRZ 同时发表了 在台湾何时可以看到这两台的小跑车呢 Kiki 其实讲到这台车我就感觉的非常深 因为我本身就是BRZ的车主 那其实我一直以来就觉得这部车是 很适合很多不同族群的人 包括像我一直都是在比赛的 可是我仍然可以把这部车当成 我的daily car 你的daily car就是BRZ 我的daily car就是BRZ 不过这一次听到Gen2要出来的时候 我老实说我的心里有一点 我不知道怎么去感觉 因为当初看到它的一些concept photo出来的时候 你觉得它的外观会长得 有点像Supra 然后你会觉得说好像又它现在换到2.4升的这个引擎的时候 你又觉得跟它原来200匹马力2.0L的这个engine的这个设计概念又有一点不一样 很多的部分已经改成铝合金 比如说它的车顶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引擎盖啊 所以更轻量化那你就觉得你的performance就会越好 可是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呢 它这一次的2.4升的这个引擎呢 除了Supra原本就知名的这个Boxster Engine 它现在也导入了这个Toyota的D4S 它的这个Fuel Injector System 所以在这个整个引擎的运转之中 效率会更好 更好 效果会更好 那所以现在呢2.4升4cylinder的这个引擎 它现在最大马力可以到235匹马力 所以对我像一个Gen1的车主 一下子Gen2多了35匹马力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很有感 很有感 对 不过我觉得对这个新的车主来说 也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车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车 告诉催转的朋友你要注意喔 因为今年1月份呢 上路的科技执法抓噪音 让很多人的荷包大师写了 第一季竟然就开出了95张的罚单喔 Robin哥 哇 我觉得呢 我真的很希望说多抓一点 为什么呢 我最近我跟Key就是活生生的成了受害者 为什么呢 我们本来在前两个礼拜嘛 原来在每一赛我们跑那华萌拉力赛 原本我们是要去比赛的 结果呢 突然间出发前一天 我们的比赛路权被取消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有人偷偷跑到我们的赛段里面 然后去那边飙车 拉转 其实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家真的合法的 不管你合不合法 其实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嘛 你不要没事在那边拉转 你拉火大的 你在那边拉转 你绝对你什么车都过不了 其实讲真的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你要很多人在担心 我会不会被抓会是怎么样呢 我这是不是什么 台湾大家讨论最多就是 为什么你可以卖改装的排气管 对 我卖合法 可是我买了装了以后我就被抓 那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嘛 因为有太多那种就是在路上啊 在那边拉转 然后造成噪音危害的那些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还希望 拜托多抓一点 唯有这样子才会让那些呢 真正的就是我们真的讲 有一些那种老鼠屎啊 不过我觉得主管机关 真的要负很大的一个这个责任 就像Robin哥讲的 为什么可以 我可以买得到 我可以装 然后却被罚钱了 其实我觉得政府应该 不应该再用这种 所谓消极的取缔的方式来去 管理这些有噪音的排气管 应该是订定一个好的管理方案 让合法的排气管 不会造成噪音的排气管 可以正常的销售跟安装 而安装非法排气管 造成很大噪音呢 要以重罚 我觉得这样才能真正保障消费者 安装时候是安心的 安装的产品是有受到管理的 然后呢也不会造成一般民众的这个 困扰 造语